園林縣前縣長張榮衛 因為興建林內焚化爐 閉案涉灘 遭判判刑八年 不過就在入監服刑兩年十個月之後 五月三十一號獲准假釋出獄 重獲自由 臺南高分院上個月底 裁定張榮衛交付保護管束 因為疫情的關係 該採視訊的方式 定時向官戶人報道 園林縣長張立善 今天下午證實 家人在前天下午 就迎接張榮衛回家 女兒張家俊也表示 父親一切安好 感謝外界對她們的關心 婦女開心合照 過別近三年 終於能夠再相見 2018年雲林縣前縣長張榮衛 因為興建林內焚化爐 閉案涉灘 遭判判刑八年 不過就在入監服刑兩年十個月之後 五月三十一日獲准假釋出獄 而她的妹妹現任雲林縣長張立善 也轉述張榮衛的心境 其實台南高分院上個月底裁定張榮衛交付保護管束 因為疫情的關係改采視訊方式 定時向官戶人報道 而收起整起案件 兩千零二年張榮衛擔任縣長期間 涉嫌收受焚化爐業者三千萬元 官司纏宋多年 最高法院二零一八年七月四日駁回上訴 全案定業 並在二零一八年七月十日入監服刑 近三年的時光過去 如今假釋出獄重獲自由 至於她的下一步將會怎麼走 依舊令外界相當好奇 華視新聞 吳建宏 梁洪志 莊雲 捷運林報道